哈囉 酷 帥爆了 今天上一期的 校草王子 我決定讓他們變成情歌王子 白樹 彭楚樂 跟蕭戰 上週他們排名第二 本週能奪回第一的榮譽之位 馬上我們有請 白樹 彭楚樂 蕭戰 加油 加油 白樹 彭楚樂 蕭戰 並列第二 我們突然降到第三的話 豈不是熟悉隊沒有了 我已經很適應這種三個人 大家天天在一塊兒 不管是被拆分 還是有新的成員加入進來 我覺得都是非常殘忍 因為我其實真的很關鍵 大家都在拼 一切都是未知數 只有錯到哪兒 時間很短 練舞的時間好像只有兩天 壓力就特別大 春春選手們的秀都是屬於比較炸的 我就在想來一個比較安靜的歌 徹底地去表現他們三個人的歌聲 這也是我為什麼一開始想要選這首歌的原因 你們要穿T恤 然後外面是襯衣 它這樣飄起來才好看 我就希望他們那個衣服是飄移的 才可以把觀眾帶到那個愛情的感覺裡頭 其實我最早設定愛情這首歌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男生穿牛仔褲 然後白T恤或白襯衫 然後對我唱一首特別思念的歌 我覺得他們三個男生就這樣就可以了 我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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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清唱得好好 後面就來清唱 就不要音樂了 就這樣 認真的 就這樣 今天舞蹈改的情感氛圍上面都特別好 今天是充滿了正的娘 明天是一天的拍攝 就是我們的偶像劇 開始 第一次先把它打著往後 然後你再上扯 OK 懂了 明白 你不可以 現在看不到 你剛是這樣的 你有肌肉 沒有 病了 這是什麼 沒有 沒有 專褲模式開啟 但我覺得臉上應該要有一點髒 你的手比較髒 沒事 沒事 我自己 這裡 齊哥不停地告訴我們該怎麼樣 這個視覺 不OK 很久很久 我演陳妍希 來吧 我覺得白六應該坐著 好 坐坐看 你背對著我 怎麼跟我講笑話呢 這個感覺比較親近 不會好像有隔閡 我在幫你溫香暖杯 謝謝 那我們一起吧 王眼神怎麼倆人 請齊哥等 交出來 我要見他 你們不要抓眼後面這一把 被帶進去了 演得好 真好 真好 最最最打動我的是 導演一喊咖 他明顯是愣了一半 但是他那個情緒收不住 把那個情緒完全宣洩出來 才繼續往下走 齊哥我們可不可以試一種 前面節奏快一點 然後戛然而止的感覺 就突然停止的感覺 對 可以啊 白術想法會比較多一點 今天有一場戲是真的還蠻難演 情緒很複雜 演完以後他還覺得自己沒有演好 齊哥上一條那個 一會兒拍完這條 我們再試一下好不好 除非你可以給導演不一樣的東西啊 會反覆地去思考自己的表演 我相信他是有潛力 可以成為好演員的 就想明天我要做手術了 我今天來看 但是我就強忍得不說 所以你眼神住地找我 我給你交往了 不用想那些細節 就卡大點兒就行了 對 就去感受一下那個情境 當下你會做什麼樣的反應 我們把比較走情緒的戲都給了樹 樹其實它起到了一個帶頭的作用 我覺得我們三個大戲 也還是蠻有苦惑感 也蠻有默契感的 好了吧 好 開始 十八歲那年 就像我俗套的故事 我們三個男生喜歡上同一個女孩 好 後來我們發誓要讓她重新看見這個世界 煙熙 我想畫一幅漫畫送給你 有一個女孩她被壞人搶走了 那你還是我 嗯 好 好 雲雲漆呀 這麼帥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剩下的三個男孩就決定 還一個人去救她 我們走 念心 在這個故事裡 我要把自己化成一個英雄 快走啊 因為這是我的漫畫 我想當一次英雄 好想看哦 我一定會讓你看見的 是嗎 其實 你的眼角膜是白樹的 若說 別難過 替她好好去看這個世界 她說 她一定能看見你 你騙我 這樣的 再見了 越晦 這樣 我們所有的故事 都停留在那個夏天 而我們 永遠都是十八歲的樣子 那不是因为爱与你 怎么会夜深还没睡 每个念头都关于你 我想你 好想你 想不信因为爱与你 怎么会有不安的情绪 每个梦名的天里 我想你 想你 想你 好想你 爱是这么人的东西 谁又想不得这样放弃 不定在自己的心里 可拥有我姓名 好想你 好想你 这个莫名的日子里 我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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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 想你 我想你 想你 最后想你 想你 无论是有什么言语 只会 我只会想你 要 逃走内心事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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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你们的表演叫做十八岁 我想舒淇应该是想在这个故事里面讲述 我们在还不懂得什么是爱 什么是人生的时候 对于感情的一种理解 我觉得人都是在不同的年龄段 总是会追求一些缺少的东西 像我今天因为来燃烧把少年 我特别跟造型师说 我今天要刘海半嫩 然后我就看白树 要把头发整个梳起来 要半成熟你知道吗 在我这个年龄段 我其实特别向往 就是在你们的故事里面表现出来 对爱情那种不管不顾 当然我想问一下舒淇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故事 我可以接受到白树捐一只眼睛给她 就两个人都可以看一半 我不能接受两只都给 因为白树又没死 要么就是白树得了绝症 你这是在批评舒淇的短片吗 不要忘记这个短片的名字叫十八岁 在十八岁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快十九了 所以很感谢三位给我们讲了一个 其实是有一点点玛丽苏 但是又非常的让人觉得心生美好的故事 我个人要用四个字来形容 良心之作 非常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舒淇棒棒的 舒淇棒棒好压力 舒淇 六十秒给你的拉票时间 刚刚春春掌门人跟我说 他们怎么那么拘谨 因为他们内心还是十分地紧张的 因为比赛的成败是怎么样不重要 但是离别还是令人感伤 所以我相信他们都跟我一样 会为这个节目继续加油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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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春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是第一次看到他们三个人这么紧张 但是今天整个舞台的布置啊 然后那个他们之间的配合 包括这个着装跟这个歌曲的感觉都是非常匹配的 对 刚刚春春说有点紧张啊 因为今天其实关乎两个非常重要的命运 一个是走和留 另外一个是业续形成的这个团队友谊可不可以保存 但是我特别想要对你们说每一个结果都不如过程来的重要 所以首先我要请你们三位放轻松和享受舞台要为自己今天的和包括在短片里面很好的表现鼓鼓掌 加加油好不好 我几乎觉得你们把它当舞台上的最后一首歌在歌唱 非常非常出色 你们的能力和决心带动你们魅力的燃烧 我会给一个相当高的分手 恭喜你 我和华少的感情是一样的 祝贺你们 福祉乐同学 我觉得你一直在扮演着这个组的队长的角色 但我希望在未来的舞台上 你这个队长的角色应该更加充分 那个男人的担当不是在最后唱高音的部分 垂胸顿足那么用力 男人的担当是在内心的一种担当 第二 白树你要注意休息 你的黑眼圈已经很严重了 不要变成国宝 肖战我们一直在等你更加成熟 更加有霸气的那一刻 我觉得这一刻还没到来 我会继续等待 其他的非常好 谢谢 何老师先亮出 他对于你们短片的分数是现场亮分的 舒淇 您要面对这个分数 一个分数其实没有什么 就绝对只是没有什么比较意义的 也有比较意义 都打成这样了 因为他们跟我说 没有什么0.1的差别 都算0.5来算 对对对 没错 总分是10分 所以我打的是 9.5分 这么高 你太高了 无敌的 他们 请注意一下春春的表情 哇 春春我打错了吗 我妈是很有事情拿两个10分的 你们会紧张吗看到这个分数 9.5分啊 好高啊 你们会紧张吗 有点 你刚才不是不紧张吗 你们会紧张吗 我的开始有那么一点 根据规则呢不能给你们亮分 我们必须先投到分数箱里 其实很尴尬 请什么我 是亮出来的 其实我也很想亮完分以后 先想哇 我也很有成就感 真的吗 你让我看一点 哇 哇 来 三位博士 请把分数投入投分箱 好了 祝福你们 三位 请加油 谢谢博老师 谢谢博老师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今天 表现得真的非常好 因为我一直在跟他们讲的就是 舞台的魅力 我常常跟他们说的就是 我希望你们的表演 观众的视线跟耳朵 是在你们身上的 而不会有一些太过杂乱的东西 去影响到你们的表演